1941年,宋振忠出生在江苏披州,在他八个月大的时候,他的父母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,关押到了监狱。 从此,宋振忠就开始了他的监狱生活。 由于常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,营养不良的宋振忠长成了一副面黄鸡兽,头大身子小的模样。 于是,监狱里的长辈们都疼爱地叫他小萝卜头。 小萝卜头六岁那年,在他父亲的多次努力下,监狱终于同意让难友黄先生教他念书。 小萝卜头学习很刻骨,也很懂礼貌,他在老师的教导下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渴望,也学会了分辨善恶。 因为年纪上校,监狱对他的看管不是很严,他就主动担当起信息传递员, 经常在牢房之间来回传递消息,如果大人们有事情要商量,还会让小萝卜头坐在门口放哨,他也总能顺利完成大人们交给他的事情。 1949年9月6日,国民党特务将小萝卜头和他的父母残忍杀害,尽管他大声喊着,我没有罪,我要出去。 但灭绝人性的刽子手,还是无情地将刀,刺进了小萝卜头的胸口。 那一年,小萝卜头只有八岁,而他临死时,手里还紧紧握着一只铅笔。 新中国成立后,小萝卜头宋诊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,他是我国最小的烈士,也是最值得铭记的烈士。 明朝史上有个神人,名叫刘伯温。 明间传言,他为了证明自己比诸葛亮强,居然去挖诸葛亮的墓。 结果,挖出五个大字,吓得他魂飞泊散,惭愧不已。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,恢复刘伯温即可观看。